行政院客家委员会为了要推动花东幸福台九县 让各地客庄展现特色 客家委员会主委是亲自来到了花莲县的 富里、玉里、瑞岁以及凤林等地区的客家生活馆定点踏查 即办理了这个两场的客家青年交流座谈 那么希望把相关在地的社会力结合整合起来 来协助地方以不同的条件发展在地的品牌农产加工等等 行政院客家委员会为了要推动花东幸福台九县 让各地客庄展现特色 客家委员会主委杨长正亲自来到花莲县的富里 玉里、瑞岁、凤林等地区的客家生活馆定点踏查 以及办理两场的客家青年交流座谈 也根据这些营运的方案 未来进一步必要的时候 我们能够形成硬体建设相关的具体的构想 我们借由这一套运作的方式 希望一改过去先有硬体再求软体 有软体再去寻找经营主体 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其实形成文质管或是使用率低 这样的一个危险性是比较高的 杨长正说这趟踏船希望能够协助在地创生产业为核心 先做前级资源的盘点调查 希望把相关在地的社会力整合起来 量身定做的方式来协助地方 以不同的条件发展在地品牌 农产加工等等提出不同的方案 就是希望台九线未来我们在地的产业 那么更具有在地客家文化的特色 那么也更能够为外界所知道 为外界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软硬体的界面 能够来消费 能够来休闲 能够来支持我们在地产业的发展 花莲地形狭长 以幸福台九线客家家值的产业是行销主轴 友善规划纵骨客装系列 软硬体设施以及产观学模式活化客装色彩 推广观光旅行团深入探讨客家的创生产业 记者高松松预理采访报道